昨天我接受那個陳鳳鑫的廣播專訪 其實後來我看了不管是媒體的報導 或是晚上這種call in節目的操作 坦白講 內心難過的成分大於無奈的成分 你去仔細聽 那個過程都沒有問題 因為是這樣 我們目前台北市打疫苗 如果在一天要打4萬以內的話 只靠目前的醫院、診所、健康服務中心就可以應付 但如果你要一天要打超過4萬劑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開啟那個大型的注射場所 我說我們第一個選擇項就是發泊 所以我當時的意思只是講說 中央如果要疫苗播多少下來就早一點講 我們就好一點準備 你要是太突然下來 因為這個整個發泊的那種大型注射場所 set up要三天的時間 就要慢兩天打 其實你那個從頭聽到回 你都不覺得這個有什麼問題 可是喔 什麼叫抹黑 什麼叫斷章取義 什麼叫做認知作戰 這就是一個例子 他就要把你塑造成喔 這個人很壞心 要跟中央鬥 如果中央怎樣 他就要拿台北市民來 利益 來當籌碼 甚至還拿去問陳時中 天啊這個怎麼操作 所以 還是一樣 台灣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我實在是太令人難過了 算了 我也知道他們不會改 我看一看 好多人 現在都是因為我才有飯吃 才有工作做 不然那麼多 在媒體造謠的 做梗爐的 他們怎麼辦 只能這樣安慰自己 謝謝